48年前的1966年2月,由于时任新华社记者穆青的一篇长篇通讯,兰考一跃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县城,不是因为这里的负数,而是因为这里的贫穷。 50年间,兰考因焦育录而成为政治明星,当地的焦育录纪念馆,先后迎来数十位国家领导人的视察,而每年的建党节前后,仍有数百万人到此瞻仰。 但遗憾的是,50年后,这座中国最著名的政治明星县城之一,却依然头顶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,迟迟无法退去。 地处于东平原,北伊黄河的兰考,因冯小刚电影1942中的那场黄河绝口,造成当地黄沙漫漫,也因此造成了这个农业县城之后,几十年无法抹去的穷困。 即便是现在,步入兰考县城,四处看到的,仍不过是几条简单的街道,低矮的名居,处处显示着这座县城的破络。 按照兰考官方公布的数据,2013年,兰考县实现生产总值193亿元,按照当地公布的全县人口83万计算,兰考县的人均GDP仅为2.3万元。 无论是从GDP总量,还是人均GDP数值上,兰考县都与周边县相差甚远。 农业,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,依然是这个贫困县的多数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。 就在习近平前往兰考市查前,5月1日,兰考县与浙江省义乌市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。 根据该协议,义乌市将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,实施产业转移中,优先把兰考县作为企业转移成阶地。 以源中源、产业源的形式,引导和组织企业在兰考县投资新业。 同时,义乌市还将提供优惠条件,支持兰考县特色产品,优势产品通过义乌的市场平台,进行展示销售。 开辟兰考农产品展销窗口,并依托义乌的国际商贸城,为兰考县培养来料加工经纪人,并提供来料加工业务,帮助兰考居民增加收入。 兰考,这座50多年来的政治明星县城,正在被推向一个新的政治高度。 但曾经多次措施发展机遇的兰考,此次能否将新的高度转化为经济推动力? 一个诞生过焦育录精神的县城,为何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屡遭挫折? 在郑州的一位低产老板眼中,挤工尽力成为阻碍这座农业县城崛起的重要障碍。 这位商人说,前几年,他到兰考考察时发现,兰考虽然人口多,但房价较低,而且政府接待时也很热情,便认为如果投资当地房产,应该会有机会。 但刚投资,甚至项目还没正式开工,麻烦便接踵而至。 某些项目刚一开工,当地一些人就以占地等理由变相向投资方要钱。 不少投资方一看这架势,吓得都不敢来了。 当地一位老干部抱怨说,此种观点同样得到了徐光春的认同,兰考的社会发展环境不够好。 服务行政府建设之后,服务意识不强,不作为、乱作为、慢作为不同程度的存在,致使外地企业不愿来,本地企业难成长。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全省工业十面红旗帮扶兰考的项目和企业,现在已基本销声匿迹。 他说,随着周边县市的不断崛起,包括兰考县长周成良在内的一些地方官员,在开始意识到招商,开放的重要性后,纷纷加大了招商的力度。 但遗憾的是,由于不少项目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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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项目,